哈喽,大家好,我是奶爸William 今天和朋友去一个木雕村 说是木雕村里面有很多工艺品 我们去看买买有什么好看的工艺品 跟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啊 好了,我们到了木雕村 木雕村,经过路上看到很多都是工艺品 我们去看看啊,这个长颈鹿 这长颈鹿好看吗 这是纯手工制作 五元六四的长颈鹿 小猫咪 这长颈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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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好看呢 这个 装饰 老干吗 斑马 只能看啊 不能摸啊 大佛 阿弥陀佛 大佛 这就是小壁虎呀 木头做的小壁虎 猫头鹰 你看 木头做的大象 哦 这是铁的 铁做的大象 猫头鹰 猫头鹰 铁的猫头鹰 猫头鹰 在看书 妈妈 鸡呀 鸡呀 铁字的鸡 大公鸡 铁制大公鸡 骆驼 这个大公鸡好看 漂亮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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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都煮过鸡的 嗯 某都煮过鸡的 啦 火湯著火 火荠 火荠 木做木头雕刻的三只猴子 這個 小鸟 小鸟 金碧辉煌 金碧辉煌 全都是黄金做的 感觉上到了金银珠宝店 涂的是金漆 木头做的凳子 这块木头厉害了 这个凳子 这个凳子 又抬不起来 又木 香啊 又木好香啊 都是又木的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啥 这块木头 大山 这块是肉木 这块 肉木 木头做的盘子 那么多 都是木质的 木头做的碗 这个大象厉害吧 那么大的大象 这个大象厉害了 这里是木雕村物流中心 这边所有的木雕村的物流 都从这边出发 窗户里都在打包 现在从泰国这边 发往中国 只接受木质的 这些东西都是打包的 全部打包 到中国 整个仓库满满一堂数 这个也是中国买家 把这么大一个柜子买下来 这都是幼木的 工人都在不停地给它包装 这么大一个发回家 我不知道多少钱 你看